我想说一点 这一点是什么呢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讨神的喜悦是不难 很多人觉得很难 很多人觉得 很难的 很多人觉得 要做神 要我们做的 好像很难 但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说 我们亲近祂 祂就必定亲近我们 我们悔改 整个天堂就欢喜了 整个天堂都欢喜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有些人说我做得不够好 但我们悔改 我们悔改神就很喜悦 天堂就喜悦了 整个天堂都喜悦 所以我们真心悔改 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说神啊求你赦免我 神就很开心的 所以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 而且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因为门徒的名 因为他是属基督的 神就很喜悦 而且记录在他的纪念词 圣经有说这个纪念词 记录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帮助人对人好 为人祷告帮助人传福音 神就记录 而且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最小的事 所以我们做任何小的事 尊重神 神都喜悦 这样讨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是不难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讨神的喜悦 你可以每一天 我告诉你 每一天醒过来 你就说 我赞美主 神就很喜悦了 哈利路呀 我就很开心了 我悔改 神就很喜悦了 我尊重神 神就很喜悦了 我们就可以每一天都很开心 神很喜悦 我尊重祂的 你明白这一点吗 这是讨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我们可以鼓励人 讨神的喜悦 是不难的 但同时我们知道 犯罪必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必定对付罪 对付罪 有什么罪 有什么负面的想法 我们知道有罪 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 神就喜悦 有些人说 讨神的喜悦不难 所以我就随意犯罪 不是这个意思 犯罪必有破坏性 这个经文没有写出来 这个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犯罪的时候 遭遇得更加厉害 神可以惩罚 而且犯罪 就影响与人的关系 影响自己没有平安 神也不喜悦 所以我们知道 犯罪必有破坏性 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 求神洗净我们的罪 也憎恨罪 所有罪都有破坏性的 例如你发脾气 你发脾气也是不好的 我们安静听到 犯罪 在里面有不开心的意念 烦恼 都是犯罪 我们就处理 神就喜悦了 所以我解释一下 我再解释一下 我说讨神的喜悦是不难 意思是我们尊重神 神就喜悦 我们帮助一个小姐 神就喜悦 我们亲近神 神就喜悦 所以每一天 让他们分开 分开 所以当我们赞美主 赞美主 神就喜悦 我们亲近神 神就喜悦 每一天醒过来 每一天醒过来 我们就知道神喜悦 我们就可以开心了 每一天都可以开心 你每一天是不是开心 有些时候 有些人说 讨神的喜悦太难了 就觉得很难很难 就觉得 我真的不是好的基督徒 这样的话就没有力量 但如果你说 我亲近神 神就喜悦 我尊重祂 祂就喜悦 我传福音 神就喜悦 我帮助人 神就喜悦 这样你就可以整天都开心 常常都开心 感谢主 我做的 正宗神 同时我们知道 犯罪必要破坏性 不是说 你讨神的喜悦不难 所以你随意犯罪 这一点希望 你们都明白 就是说 我们整天 我醒过来就说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感谢天父 哈哈哈哈 感谢天父 哈哈哈哈 因为神喜悦 我们亲近祂 可不可以整天都这样开心 整天都说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然后我们里面有什么罪 什么烦恼 就马上处理 有什么罪 我知道犯罪必要破坏性 所以我不要犯罪 不要发怒 不要想不好的东西 不要说不好的话 求神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放下重担烦恼 所有的罪都放下来 所有负面的想法都放下来 我们就整天都可以开心了 好不好啊 好 但我说 讨神的喜悦不难 不代表我们随意犯罪 犯罪必要破坏性 好了 我这里没有写这一点 我现在讲一讲这个动力 动力对付罪 这里我讲到怎样讲神的恩典 如果帮助人对付罪怎么说呢 有些只是用律法 你不要犯罪 不要犯罪 你悔改 这个就是但是用律法 告诉他做什么 另外第二种方法 你悔改 神就帮助你 神就使用你 这是第二种方法 神就 这是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有恩典 但这个恩典 不是从头开始 我们尽量从头开始 帮助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遵从神 如果我们帮助人悔改 离开罪 怎样呢 不是看这里 看我啊 你就说 神在你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神要大大的祝福你 你的生命 神有奇妙的计划 你将来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啊 你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的生命也蒙福 你就可以开心快乐 神也祝福你的每一方面 你想不想 然后神怎样祝福你呢 当你见见祂 珍从祂的时候 祂的祝福就临到你身上 我们犯罪就必有破坏性 我们犯罪必有破坏性 但人说很难啊 我们就说圣灵 有没有感动你 当你犯罪 你就觉得不舒服了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的内心就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就告诉你 你所犯的罪 就告诉你 感动你去悔改 圣灵小一些 圣灵就感动你悔改 这是圣灵的帮助 圣灵提醒你悔改 圣灵也给你力量 你亲近神的时候 神也给你平安力量 这个就是神在你 有犯罪的意念的时候 已经不停地帮助我们 然后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有悔改 神就整个天堂都欢喜 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 神就欢喜 当你走在神的路上 祂就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去到更高的层次 当你决定离开所有的罪 神就喊喜悦的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去到更高的层次 这样的话 人就会说 我要进入神的计划 我想问你 你相信神在天上 为你写的计划 是非常美好的吗 你相信吗 你有这个奇妙的计划 已经写在天上 你想不想这个计划成就了 当然 你想的话 你 离于圣灵的感动 圣灵感动你悔改 你就悔改 圣灵帮助你 离开罪 你就 圣从神 你就祷告 你就有力量对付罪 这样神就喜悦你 就提升你的生命 去到更高的层次 我感谢神 我分享一下 其实我告诉你 我的生命中 也的确有不同的罪 以前的时候 我犯罪 不是这么 全新的对付罪 我以前犯罪的时候 分开他们 好了 我以前犯罪的时候 好了 我以前犯罪的时候 我不觉得是很严重 所以我就 我以前犯罪的时候 有些时候 不会刻意的处理 因为以前 我就是这样相信 我悔改 神就渗免我 所以我就 觉得 我犯了罪 求神渗免就可以了 我没有想到 就是神渗免 人人有 罪的破坏性 所以 约翰福音 五章十四节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 遭遇的更加厉害 犯罪 就叫我们的 生命被破坏 我们内心失去平安 与人的关系受破坏 与神的关系受破坏 受影响 后来我经历圣灵充满 我就明白这一点 而且我看到 圣灵的同在是这么真实 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 我起来为你们祷告 马上我自己觉得很轻飘飘 所以今天早上有更多人 觉得轻飘飘 很轻松的 这是神的同在在我身上 我为人祷告 非常好 我为很多人祷告 曾经有异志 赶鬼 我都觉得很好 我就说 我不要任何罪影响我 这是神给我的动力 因为神有奇妙计划 我不要破坏这个计划 当我听从神的时候 神就为我开路 一步一步开路 给我很多很好的教导 给我很多方法去帮助人 教导人 我感谢神 非常美好 我就珍惜我的生命 我就对付所有的罪 有什么负面的想法 马上处理 有人对我不好 我马上处理 不要被人影响 这个是我的生命 整个生命 不要被人影响 我要记录神最高的旨意 我留意圣灵在里面 每一个感动 每一个带领 带领我悔改 我都留意 有人对我不好 我就说不要紧 是他的问题 他对我不好 就是如果他骂我 说不好的话 曾经有人 最近有人骂我 他就是 有些控告 但我觉得我不需要 被他影响 我还是帮助他 我帮助他 帮助他有平安 有平安喜乐 他就有些改变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 找一些对我发露啊 这是他 我是用游客的方法 我会去骂他 他知道他里面有露气 很容易发露 是他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我是不是要发露啊 我发露就失去神的祝福 所以他发露是他的问题 我还是游和的 与他说话 你为什么对我发露了 有什么原因呢 我就是 人人是游和的 这样的话 我留意 不要让任何罪影响我 让我珍惜 神为我预备的计划 所以这个动力 我们鼓励人 尊重神 不要犯罪 怎样鼓励人呢 就是说 用恩典的方法 就是说 神在你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非常好的 你的整个生命就被提升了 就好像我 我感谢主 给我很多机会读书 学习很多东西 经历圣灵充满 神给我很多教导 也帮助我配合不同事丰的人 为我开路 帮助我 能够祝福更多人 神也给我各样的恩赐 我感谢神 圣灵的恩赐 赶鬼 医病 祷告 经历圣灵 很多方面的恩赐 神都给我弹琴 我感谢神 是神的恩典 神的帮助 我就接受所有这些礼物 不要用这些任何事情影响我 所以你可以鼓励人 当你 我爱神处理罪 所有的罪你都处理的话 你整个生命 就可以很平安 你整个生命就可以 没有罪的影响 没有罪的破坏性 你整个生命就可以喜乐 这样的话 你怎样鼓励他 你的生命神有奇妙计划 神要提升你 神要祝福你 神很想将各样的 属灵恩赐赐给你 赐给你圣灵的同在 赐给你圣灵的感动 他不停地带领你 当你信从神的时候 你整个生命就蒙福了 当你悔改 信从神 神就喜悦 你的生命就去到高处 这个就是用恩典 去 恩典去鼓励他 离开罪 同时也可以有一些 律法的警告 犯罪就会破坏神的计划 犯罪的话 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了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家庭常常吵架 常常骂人 常常伤心 常常烦恼 你们的里面有没有烦恼 家庭有没有吵架 有 有些有 有些没有 我想问你 吵架好不好啊 吵架会破坏生命吗 会破坏 但为什么吵架了 因为他 对方说不好的话 你就吵架 是不是 对方碰一碰你 你就吵架 就令你不开心 你就吵架 因为你里面有露气 没有处理好 我的里面 尽量活在平安 因为我知道神爱我 神看重我 我的生命是宝贵 所以我整天在平稳 安静的状态 缘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就放手 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给任何罪影响我 我有留意什么罪 马上就处理 刚才我去用恩典 鼓励人 不要犯罪 我再说一次 怎样恩典 神为你有预备奇妙的计划 神要大大祝福你 神要提升你的生命 神要赐给你个人的属灵恩赐 神要叫你生活平安喜乐 有力量 能祝福人自己也被祝福 你的生命将来得到 现在和将来得到大的赏赐 好不好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了 神也带领你 圣灵感动你 带领你 带领你悔改 带领你 尊重神 当你顺服的时候 神就派手了 派掌了 很开心了 你尊重我 我很开心了 我很开心了 祂因你喜乐而欢呼 祂就欢呼了 这个人很听我的话 就好像大卫是和神信义的王 这是神很喜悦的王 因为祂尊重神 虽然祂有犯罪 祂很看重神 喜悦神 我们这样鼓励人 同时有一些律法的警告 犯罪必有破坏性 所以不要犯罪 犯罪必会带来破坏性的 就鼓励祂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我现在又讲一讲 怎样处理罪 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 得胜五部曲 你可以写下来 第一 留意 留意有罪 第二 破坏性 罪必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说什么 第一 留意 第二 第三 圣经说什么 第四 祷告求神赦免 求神给力量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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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选择顺服 我再说一次 留意 这是留意到 有路气了 有没有 有些时候你留意里面 发路了 不开心了 有没有 很多人不开心怎么样了 灵灵不开心 不开心怎么样了 很多人就吵架了 他们顺从自己的 犯罪的意念 里面不开心了 就发路了 这个 就犯罪了 留意 第二 破坏性 我知道 犯罪必有破坏性 包括发路 但有人说 他不好 当然发路了 我告诉你 发路有用吗 他不好 你发路有用吗 他更针对你 是不是 你越发路 他不好 你越发路 你越骂他 他就越发路 是不是 他越不好 所以用发路的方法 处理家庭的问题 家庭就很多吵架了 是不是 很多家庭 为什么吵架了 有些人说 我的家人不好 但你自己 有没有发路 他对你不好 然后你说 你这样做事 我不喜欢你 批评 是不是家庭就很多吵架 感觉好像打架一样 是的 那我问你 你家庭有没有好像打架一样了 就是因为人身从路气 就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人的路气不能成就神的义 所以我知道发路没有用了 柔和的舌头 能截断骨头 这是柔和的话能够改变 所以不用发路 用柔和的方法 第四 祷告 求神赏免我 我有发路 里面有路气 求神给我力量 帮助我处理我的路气 然后选择顺服 怎样选择呢 我选择去想 是他的问题 我想问你 我用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这是一个容易发路的人 你周围有没有容易发路的人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有些人容易发路骂人 有没有啊 这些发路的人容易改吗 很难改变是不是 他们总是容易发路 他们医生人都去发路 有些人 当然我们希望他改变 但很多人都是 总是继续发路 总是继续发路 他每次发路 你就发路 你就跟随他了 是不是 但他发路 是不是代表 我必定要骂他了 但很多人说 他不好 我就要骂他 打他 这样他就会听话 但其实你越骂 他就越骂你 越发路 后果越不好 但如果用游和的方法 跟他沟通 神爱你 神看重你 神在你生命 有奇妙计划的 你想不想进入神的计划 神要祝福你的 你想不想 你就欣赏他什么好的地方 用游和的方法 每一个不同的 有些很固执 很难改变的 你就是尽量对他好 但起码我自己 不被他影响 他不好 我不需要发路 我就说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我发路就破坏神的计划 我用一个比喻 我来到这里 教导 然后有些小朋友不听话 我就发路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 其他人就说 叶木戏也发路 他没有处理好他的情绪 你就会觉得 不要听叶木戏说话了 因为他自己也发路 就破坏了 是不是 所以我选择 顺服神 人发路是他的问题 我 分辨这个人容易发路 是他的问题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我就珍惜我的生命 珍惜神给我的师父 我就说 不要紧 人骂你的话 停留在空气 有多长的时间 他骂你 半秒钟也不到 是不是 就离开了 但很多人就抓住这些话 他骂我没有用 我不许没有用 他骂我没有用 他为什么骂我 就很大大的发路 但其实他骂你 没有用 是不是 你就马上变得没有用了 现在我没有用了 因为他骂我 是不是 不会的 他骂你没有用 你人是有用的 是不是 他骂你蠢 蠢才 是不是你就变为很蠢了 是不是 不会 你还是你 是不是 所以他骂你什么话 都不要紧 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说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但我不要咒诅他 我要祝福他 犹何谦卑 以善 圣 恶 善 圣恶什么意思 不需要骂他 而是犹何的 以善 圣 恶 他就说 这个人正犹何了 就会有一天可能会改变 但有些人还是不改变 他不改变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所以我不让人的问题放在心上 这是我决定的 曾经有不同的人攻击我 伤害我 我处理好了 我就放手了 我不会再想的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要心里面充满垃圾 我要充满神的恩典 和好的人的 他们的好的地方 我心里充满都是好东西 所以你见我 你认识我的人 每一次见到我来 从来没有见到我发露的 我的同工 我的教友 也没有看到我发露的 为什么呢 我选择 不要紧 选择 不要犯罪 不要骂人 不要说不好的话 都是祝福人的话 我就不将人负面的话放在心上 这个就是得胜五部曲 我再说一次 留意 一起说 留意 破坏性 圣经 祷告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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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选择 不被人影响 我选择 帮助人 选择 善待人 选择 思想 好的东西 选择 相信 神必为我开路 前面会更好 我听从神的话 前面 必定会更好 当我听从神的话 我就选择 走神的路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鼓励人离开罪 尊重神 我用很多神的恩典 神医圣人帮助你 神在你身边有奇妙计划 圣灵不停地提醒你 就是你犯了罪 神还是有何地感动你 神总是接受你 是不是很好啊 而且你尊重神 你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你尊重神 整个生命就蒙福了 你想不想 我就用这些恩典 但同时我也有警告 但这个警告不是最重要的动力 最重要的动力是神的恩典 警告是提醒他 你犯罪必有不好的后果 犯罪必有不好的后果 我就提醒他 让他知道 我们自己也提醒 但我告诉你 我整天不是说 我犯罪就有不好的后果 我整天说我尊重神 神就祝福我 整天是恩典充满我 不去警告 但我里面是有警告的 我知道犯罪必有破坏性 这样的话就是恩典鼓励人 但有些人就是这样对人的 你不听话 你将来要做什么 你没有用 你将来你要做乞丐 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这是一些负面的话 好不好 求神帮助我们 都是用恩典的方法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好了 现在我也讲这个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怎样用恩典鼓励人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指示什么 不要担心是什么 律法 吩咐人做什么 这个 很多人用的方法 这个不是错 不是错 重点是 能力从哪里来 第二种 也是有恩典的 这是恩典 不要担心 神就帮助你 但这是你做了什么 神的恩典就来到 你做什么 神的恩典来到 但后面是先说神的恩典 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很多神的工作 祂是依据神的 祂依据你的 帮助你的 祂能安慰担心的人 你里面有担心 神会安慰你的 神很看重你 你是很宝贵的 你是祂的宝贝 你很重要的 祂照顾麻雀和百合花 祂也必定照顾你的 祂看重你的生命的 照顾爱祂的人 神掌管一切的 所有都在神的手中 当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就为爱的人预备 原信未曾想到的恩典 很多恩典为你预备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信靠神 神必定祝福 信靠和爱他人 这是用恩典鼓励人 不要担心 神知道你的需要 现在你看我 神知道你的需要 神知道你的困难 神知道你的面对的困难 这些东西都在神的眼中 祂已经知道 祂必定帮助你 你信靠神 你一步一步都帮助 但有些人说 我还是有困难啊 怎么办呢 有些人说 我还是有困难 其实很多的生命里面 都有不同的帮助 但他们只是看 还没有帮助的地方 有些小困难 不会马上离开的 我也曾经有困难 一段长的时间 但我继续信靠神 神的帮助总会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必定有恩典 你想一想 你生命中看到神的恩典的 有的请你举手 你要看到神的恩典 你都看到是不是 好了 放下手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困难呢 有没有啊 有啊 但你可不可以说 神曾经帮助我 以后也会帮助我 可不可以这样说啊 但有些人说 神没有帮助我现在的困难啊 神不爱我了 神不帮助我了 哎呀 我很担心啊 但他们没有看到 神已经帮助我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神 持续帮助我们 很多很多次 神寄信的帮助我们 神这样看中我们 所以以后也必会帮助 我就不需要担心了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老师也告诉我 啊 他面对一些困难 我就心里就说 神必定有开路的 神必定有解决的方法的 神必定有方法 他凡事都能的 就信靠神 我的心没有担心 总有处理的方法的 因为神 看重爱他的人 所以我去整天 轻轻轻松松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神必定照顾了 所以我不担心 不要紧 好了 例如我教导的时候 有些人很听神的话 就改变了 但有些人不听 我是不是要担心呢 我不需要担心 这是他的责任 我会尽力帮助他 但我不会担着他的担子 在我的群体 在我们教导的群体 也有些人听话 有些人不听话 我继续地劝导他们 但我不需要担心 这个人总是不改变 他不听神的话 不需要担心 这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背负别人的问题 有些人的生命是怎么样 整天背负重担 老公不好啊 老婆不好啊 儿女不好啊 照友不好啊 都是背着担子做人 都是背着担子做人 好不好啊 背着担子 是不是更有力量啊 不是 但很多人就是 不知不觉就担心了 这个星期你有没有担心啊 没有 这个星期有没有曾经担心啊 没有 其实人很容易担心的 问题是你要担心 能不能够马上处理 不要紧 神会帮助我 这个是恩典推动 神必定帮助我 这是恩典推动 律法推动 不要担心 有些人说 我现在担心 不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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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担心 但如果我们相信 神必定帮助 我就放手了 哈利路亚 这样就轻松了 你轻松的时候 你就容易笑 你的缘更有力量 我整天教导都有力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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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到晚上都教导都有力量 轻松越轻松越有力量 因为轻松的时候 神就更容易在我生命中做工 烦恼的时候 神的灵很难感动我们 我现在是讲出 这个破坏性 担心的破坏性 好的 但主要是神的恩典 神必定照顾 不用担心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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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